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 蘇花公路靠近東澳派出所旁 一名外籍男子正騎著單車經過 這名男子竟然就是涉嫌 易營盜領案的主嫌安德魯 能夠查到安德魯 主要是在東澳派出所對面 這間東興食堂 當時安德魯正在店內吃糖醋魚 正在休假的北市警察局 公關室警務證宋俊良 就和妻子女兒坐在隔壁桌 剛好在餐廳吃飯遇到 看到就覺得很像 宋俊良察覺安德魯長得很像 茶器專刊上的人 先不動聲色暗中觀察 根據臉部特徵認出他 未免打草驚蛇 宋俊良還等到安德魯吃完離開 才到對面請東澳警局協助逮人 他離開 因為我七小都在吃飯 我怕他身上有武器 我就每天暗兵不動 現年39歲的宋俊良 目前任職北市警局 公關處 之前曾是中正二分局 廈門街派出所所長 他曾因為臨檢網咖 察覺有人神色有異 進而逮到痛氣犯 任人能力超強 他曾經很自弱 警察大學見識CBA的宋俊良 自稱對任人還滿有信心 沒想到在度假時 竟然還真的認出安德魯 意外建了大功 記者綜合報導 我一定會想到你的